AI终于会出完美的手了 并且它集成了Me Journey的质感 创意性 还有SD的控制性 它就是由原SD团队研发的 Flux.1模型 它这个官网介绍 也比较的自信 几乎什么都没说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就什么都说了 它会写字 你就是说写字能够写很长 因为一般的 可能就是几个字母 或者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字体 或者之类的 它能写很长 它的这个质感 我们直接打开看一下 这个质感 这种细节度 是比Me Journey强的 还有这种模拟多种环境 因为就一般的SD出商业图的话 它出的都是很摄影风格 那样就有很多 想出更加真实风格的人 它就很难找到 有这样的模型 那Flux就是 还有你比如说 这种手机拍摄 加了滤镜的海边落日风格 并且呢 目前的AI其实 很不会做玻璃透视关系 还有出图 它有很大的限制 最好是1比1或者3比4的 这个至少是到9比16了 并且呢 这种空间啊 层次关系啊 这种光影啊 逻辑啊 透明的玻璃啊 窗户啊 都是很完美的 这个真的很强 还有它这种想象组合能力也很强 这种大景下 并且两个人 手牵手这种复杂的动作 你如果是之前 它是百分百不能出的 但是呢 这个Flux就很自信 能够放到自己的官网上 还有这种模拟手机的这种拍摄 甚至能够模拟这种窗户外面的曝光 这个是在挑衅SD3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分三种的 一个是Pro 一个是DEV 还有一个是Shell 这个Pro就是需要API访问了 推荐大家用的是DEV的这个模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DEV 不用下载这个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直较的话 Pro是最先的 EV是第二的 SD3是第三的 再往后推才能推到这一个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Config UI里 是如何使用和安装的 首先我们来到 黑森林实验室的 Flux.E-DEV的这个模式下 我们需要下载 它的最推荐大家使用的 就是这个模式 还要下载这个VE 这个AE放到VE的文件夹 但是呢 它足足是23.8G 这个太大了 好在KG大佬发布了小一点的版本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这个就行 当然呢 大家如果网络不太好的话 我也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们把这个下载到我们的Unit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夹 就是Config UI Models Unit这个文件夹里面 还有刚才说的VE 就放在这个VE文件夹里面 还有一些Clip模型 就是这个Clip模型 如果之前下过SD3的都会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际应用吧 我也有用这个做几张图 大家如果自己要测试的话 首先要把这个改成这个 Flux1到这个的版本 如果你的显卡显存特别好的话 你就用这个Default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话 就一律用FP8开头的这个东西 我首先想测试的是 它的肘部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 是它指出的图 这个是第一张的手 这个其实一般的SD肯定会崩 这个是第二张的手 还是没有绷 或者是说让它这样手部环胸交叉 也没有绷 证明它手部的能力是真的没有吹 当然写很多字的 我测试了一下 这个效果其实不太行 但是说这每一张的手 真的完全直出了测试图 它对于这个手脚的解决 真的是感动 终于会做手了 我真的说 想看一下它模拟多种设备的能力 我现在的提示词是 一个手机拍摄的落日 这种模糊的这种质感 它真的很像一个手机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output的这个文件夹 它就上一张还是这种比较精致的 下一张就真的很像手机拍的 这种模拟 这种模拟很多设备的能力 真的很强 这会让我们做商业图 会更加大的自由 当然呢 它也有它的缺点 首先它的文件真的很大 它真的很消耗这个显存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测试一下的话 建议就是选择配置是好一点的电脑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